臺東縣政府向中央爭取補助 購置智能排泄物處理裝置及監控系統 10月29號在衛福部臺東醫院 附設護理之家舉辦啟用記者會 縣長饒清零也期待 能透過智慧醫療裝置 建立東部長照升級轉型的典範 臺東高齡化以及少子化等因素 造成長照人力資源逐漸短缺 院方期待能透過智能科技成人廟部 輔助業務執行 不僅可減輕照護人員壓力 更進一步提高照護的效率 院方表示 目前設備已在附設護理之家示範使用 並透過數據等相關資料的收集 更精確地掌握使用者的健康狀況 未來也能發展出更完善的照顧計畫 讓機構住民都能獲得更舒適的醫療照顧 原事新聞 台中市長報導